那么很少参加综艺节目的王若丹呢 最近在我们东方卫视极限挑战中的表现 是让人眼前亮 在节目中呢和极限男人帮过 知道他呢私下里又会是怎么评价 这几个大男孩呢 来听一下吧 王若丹的出现算是极限挑战中的表现 第三季播出以来的一大亮点 无论是节目一开始的男女配对环节 还是有点烧脑的狼人杀游戏 王若丹都用自己在线的智商 平分了男人帮的光彩 觉得他因为刚刚听到场外的信息 他听到孙洪雷 你别哑了 你哑了一天了 我求你了 还没等说洪雷哥到底是好身份 还是坏身份的时候 他就急于跳出来反咬一口 水瓶座是逻辑思维比较强的 也看在节目中 王若丹和极限男人帮成员斗智斗勇 其实私下里 他可没少夸在这帮大男孩 一行是特别善良 然后黄博是特别特别的照顾我 然后呢很有智慧 那黄雷老师不用说了 完全就是一个智慧的锦囊的担当 然后红雷哥 因为我们俩太熟了 所以就会觉得像大哥哥一样 我们俩可以互怼 然后像 迅哥我就觉得 他是一个很 很慢热很温柔的人 虽然这次参加综艺节目 让王若丹收获不少关注 但他还是时刻剪记自己演员的身份 上节目只是偶尔的调剂 玩好了乐够了 还是得卯足了劲拼作品 我十月底有个新戏要上 然后会有一些宣传精神科医生 然后希望大家多个关注 舆论新天地上海参访报道